好,大家好,我是马军老师 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软考中级系统集成 项目管理工程师的课程 本节课我们讲的是2020年案例分析的整体解析 那么因为我们2020年的疫情 那么我们停考一次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内容 其实只有一次考试的内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看到我们11月的题目 好,那么试题一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问题 结合案例请指出本项目质量管理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那么问题二 请减速规划质量管理过程的输入 那么一个死知识就不想多说 好,那么问题三 圆圈一用于描述项目或产品的质量属性 用于实施质量保证和控制质量过程 其常见的有缺陷频率可用性可靠性等 那么这是个填空题 说实话还是有难度的 那么这是什么呀 关于我们质量的一些测量指标 测量指标,好吗 好,有难度 那么小张使用的质量核对单属于什么的输出 那么这呢 他考啊 质量核对单是谁的输出 应该问题还不大 应该是我们规划质量管理的一个输出 好 然后实际技术性能 实际进度绩效 实际成本绩效 那么这被称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其实根据我们的呀 什么实际进度绩效 实际成本绩效 我们能不能想到是我们的绩效数据呢 对不对 好 说实话 这个题目如果说是一个选择题 我们应该或许还比较简单 但是是个填空题 可以说真的是比较难了呀 特别是我们的圆圈一样测量指标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吧 好 某公司刚承接了某市政府的办公系统继承项目 急需一名质量管理人员 因公司有类似项目经验 资料比较齐全 项目经理考虑到配置管理员小张工作积极负责 安排他来负责本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 我们因为呢 小张呢 配置管理员的经验 配置管理员呢 积极负责就来负责质量管理 你这太牛了呀 对不对 他没有质量管理的经验了呀 对不对 好 小张自学的质量管理的质量管理的相关知识 参考东西肯定是很好的 但是还要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 而且我们应该是很多人一起来写 各干系人一起来写 另外呢 我们这个计划呢 还要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评审 对不对 好 项目执行过程中 小张按照质量管理计划 通过质量和对单进行检查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项目交付成果的质量控制中 我们呢 他只通过和对单来检查 那么你有没有别的方式呢 这个方式是不是过于单一了呢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试运行阶段 客户提出需求变更 此时小张发现之前 未与客户签订需求确认文件 诶 是不是啊 我们之前的需求啊 确认没有做好 没有做 这也是有问题的 好 随后项目组织好 按照新需求 对系统进行了修改 并通过了内部测试 小张认为测试没问题 就算达到了验收标准 因此出具的质量报告 并向客户提交的验收申请 客户依据合同 认为项目尚未达到验收标准 拒绝验收 我们这个质量控制和我们的范围确认 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里也看不到 我们的这个呢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了 好 那么我们只是内部测试 这也还是不够的 对不对 好 OK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 那么问题一样 我们 他说我们能力和经验不足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需求没有确认 我们也说到了 好 然后我们 没有按照变更流程进行 需求变更 好 没有 没进行质量 没有审计 未审计质量要求和质量控制测量结果 我们可以认为 这就是我们讲的 没有做质量保证 好 这个呢 算是一样的 那么关于我们这里啊 这个答案呢 感觉起来非常好啊 他说 没有制定我们的过程改进计划 没有我们的测量指标 我们可以 也可以 姑且认为 他在凑我们的答案呢 在凑答案好吗 在凑我们的内容啊 说好也好 说凑呢 也在凑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没有按照变更流程进行我们的需求变更 这里呢 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求 对 我们呢 在试运性阶段提出了需求变更 对 确实没有走一个流程 对 确实是的 好 行吧 这个答案呢 可以去多看一下吧 好吗 可以多看一下 好 然后啊 我们第二问 就不说了呀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质量测量指标 规划质量管理 工作技巧数据 我们已经说到了 对不对 这个输入一个实姿势 就不说了 好 然后来看下面一个题目 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 我们风险管理有什么问题 请结合案例 写出风险管理的过程 六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王伟 做了什么 好 然后啊 我们应对威胁 或可能 给项目目标 带来消极影响的风险 可以采用什么策略 这四份呢 太容易了呀 规避 转移 减轻 和接受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呀 以及我们做了什么工作 2018年底 某公司成建了大型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任命经验丰富的张王伟为项目经理 2019年1月初项目启动会后 我们王伟根据经验编写了风险管理计划 整理出风险清单 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考虑到风险管理会发生一定的成本 王伟按照应对措施的实施成本和难易程度 对我们的风险进行了排序 在项目会议上 王伟挑选了20项实施成本相对较低 难度相对较小的应对措施 将实施责任分配到个人 并将实施进度和成果等纳入个人绩效中 3月底各责任人反馈 应对措施均已实施完成 那么通过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它根据经验编写风险管理计划 没有考虑我们的实际 那么另外 我们一个人写的风险管理计划是不对的 那么另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人做的风险识别 这也是不对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里虽然有我们的排序 这个排序 我们可以认为是定性风险分析 但是你应该是根据我们的概率 和我们的影响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没有看到定量风险分析 对不对 好 没有我们定量风险分析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有我们的应对措施 有我们的应对措施啊 但是呢 我们是挑选了20项 实施成本较低 难度较小的应对措施 这 是不是啊 这也不能 是不是啊 我们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对我们那些呢 排在前面的风险的应对措施 是不是啊 好 还有呢 我们呢 将我们实施责任分配到个人 并将实施进度和结果的纳入 个人的绩效中 我们三月底呢 各责任人反馈 应对措施均已实施完成 我们这是一月初啊 那是一月初 那是我们三月底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监控呢 其实是很粗的呀 很粗的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这个项目啊 在三月底就实施完成了 那么我们以后还需要做吗 我们应该是一个 我们风险管理应该是全过程都需要做的一个事情了 好 那么四月初 数据中心周边施工作业造成四电临时中断 数据中心部分UPS由于电池老化未能及时供电 造成部分设备停机 该风险在二十项应对措施覆盖范围内 当时安排小李负责 而小李认为电力中断发生的可能性太小 没有按照要求对WPS做健康检查及测试 好 有问题对不对 好 我们呢 六月初 数据中心新上线一大批设备 随后又发生了部分设备停机事件 经过调查发现是机房空调制冷不足引起的 客服认为这是运委团队的工作疏忽 王伟坚持认为大批设备上线 在年初做风险识别时属于未知风险 责任不该有运委团队承担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呢 问题 背景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呢 这个呀 好 来看一下 我们仅仅根据以前的来编写计划 这是有问题的 好 还有呢 我们这里我们说呢呀 我们风险识别要一起做 我们也说呢 好 然后呢 可能不全 可能不全 好 然后呢 我们没有定量风险分析 我们也说呢 我们风险监控做的不好 我们刚才也说呢 比较粗 然后我们这个应对措施呢 这也不合理 是不是啊 我们也说呢 那么我们没有再识别 没有再识别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应该是全过程都需要做 而不是说三月底之前要做完 是不是啊 不是的是 全过程都需要做呀 我们也说呢 好 那么这个答案呢 和我们讲的呀 基本上比较类似 是不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啊 好 还有呢 我们呢 风险管理计划 我们需要评审 需要评审了 好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呀 他说 我们是按照各成员 各自理解 进行安排的 我们应该统一 统一 好 这是很对的呀 是很对的 好 然后第十个 我们缺乏有效的风险监控 是不是啊 按照我们讲的 力度比较粗 力度比较粗 和这个呢 也算是比较类似 好 然后呢 我们应急应对策略 刚才没有做到 好 来 这个答案 比我们刚才讲的 要更加的好一点 和权益点 建议读这个答案 就很好了呀 就很不错了 好 行 那么我们 风险管理 有哪几个过程呢 送分的 那么我们 做了什么 没有做什么呢 我们写了风险管理计划 我们 做了风险识别 也 也做了排序 然后呢 我们也 做了应对 也有监控 但是感觉呢 还是有问题 是不是啊 做的不是蛮好啊 但是他问你说 我们有哪些做呢 是哪些做 哪些没做 是不是啊 其实我们这风险管理计划 做呢 他也做了 他也做了 他也有做 他也有做 只是感觉 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定量风险分析 肯定没有做 对不对 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这四个呢 这是送分的 好吗 送分的呀 好 现在是关于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也还是很不错的呀 很不错的 好吗 所以去看一下 好 来看这个题目啊 问题一 结合案例 请指出 A公司在项目立项 及我们的招投标阶段的 工作不合理的地方 以及 要我们写一下 我们可言有什么内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A公司最近计划 启动一个系统继承项目 合同额预计 五千万元左右 公司领导安排小张 负责项目立项准备工作 小张组织相关技术人员 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 认为该项目基本可行 并形成一份初步可行性报告 通过了公司内部评审 好 那么我们做立项 我们做立项呢 我们首先需要写什么呀 写我们的建议书 是不是啊 建议书 然后建议书呢 还需要通过我们的 这个呀 申请 上报 还有什么审批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做呀 可言呢 我们只是做技术人员 这肯定是不够的 还有呢 我们呢 基本可行 也不能这样说 还有初步的 我们要做详细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什么我们的呀 评估 是不是啊 做论证呢 做评估啊 做论证 做评估是不是啊 论证评估也是没有做呀 然后一个月以后 项目审批通过 A公司迅速组织 召开 项目招标会 共收到八家单位的投标书 评标委员会专家共六人 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行的呀 其中经济和技术领域专家三人 这肯定不行 好 评标结束以后 我们评标委员会公布了四个中标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应该是不超过三个了呀 不超过三个 好 还有我们这里啊 一个月以后项目审批通过 我们迅速组织召开项目招标会 这个迅速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没有说 20天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啊 这里呢 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呀 好 然后呢 我们中标结果公司两天以后 我们选定施工经验丰富的B公司中标 我们中标结果公司啊 应该是呢 三天 是不是啊 要不少于三天吧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公司中标啊 排名第一的公司中标 好 然后呢 我们来 第一问 问题应该很多呀 第一问 可言有什么内容 什么技术啊 什么经济啊 什么财务啊 什么我们组织啊 什么社会啊 风险啊 这应该好说呀 那么第一问也好说 好 然后第三问呢 看一下 项目立项阶段 包含项目可行性分析 项目审批 招投标 谈判 与项目章程的制定 这肯定错了呀 没有项目章程的制定 那是建议书是不是啊 好 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 招标代理机构 委托其办理招标事宜 是对的 国有资金占控股 占主导地位的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我们可不可以邀标呢 很多时候是可以邀标的呀 投标人少于五个的 不得开标 我们应当重新招标 应该是三个吧 应该是三个呀 好 纽约保证金 不能超过中标 合同金额的10% 应该是对的呀 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呀 没有编写建议书 没有做详细可言 没有做评估 是不是啊 没有公式 是不是啊 说过来呀 专家 是不是啊 不合理 中标会有超过三个 结果公式少于三天 是不是啊 好 这个答案 刚才我们都讲到呢 那么我们没有讲的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啊 没有写的 我们有所说明的 也是对的 我们讲的更加全一点 好吗 好 行了 然后呢 是不是啊 组织可行性 社会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 什么什么什么的呀 这几个可以多去读几遍 好 然后呢 我们应该是 二和五是对的 是不是啊 二和五是对的呀 看一下是不是的 二和五是对的 是不是啊 好 新的 OK 好 OK 那么关于我们这一次的呢 内容呢 比较少 我们呢 就先讲这么多 好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 再见